在过去联考的年代 如果有学生不爱读书 他可能被编到所谓的放牛班 成为被师长放弃的孩子 如今随着教育方式考试制度的变革 放牛班一词成为历史 学生的多元能力也被看见和尊重 教育局也在推 就是越来越多元的学习 跟这种多元的那种学习方式 其实它可以让这些孩子 有一些不同的面向可以被看见 我觉得我们的工作其实就是在 透过不同的活动去重新看见孩子 然后把我们这样的看见 再回馈给老师 也再回馈给他自己 那这样的过程其实是可以让这个孩子除了学业跟行为表现之外 他们可以重新有一些机会认识自己 现今社会形态月区分工多元 孩子的学习之路也比过去提早面临多元 像是台北市中正区住区学校社工陈寅静 他结合校外的社区商店 让一些行为偏差或家庭有特殊状况的高关怀孩子 进入这些社区商店 像是连锁便利商店 或是宠物店 或是美法店中学习 透过这些行业的师傅 分享创业经历 生涯的抉择 并且体验这些职场的工作 而能渐渐地有省思自我的能力 都可以 他们来做这样的事情都会遇到一些困难 比如说在操作上或者是他们在他们会对自己很没有自信 对因为以前的过往的经验他们会对自己没信心 那怎么在过程中陪他们去看看他没有自信的那一块 然后去陪他们去探讨他的他的优势能力在哪里 他的天赋才华在哪里 我觉得这个一路过程其实都是一个很多的挑战性 学校社工从学生的兴趣 以及现实社会对于技能的需要 找到这些社区商店 这些多方资源 帮助孩子从中建立正确的职业价值观 改变对于职业的错误刻板印象 在整合实务工作相关的资讯之后 找出每一个学生未来生涯发展的方向 我觉得还不错啊 怎么按摩啊 怎么帮人家洗头 所以回家有干什么 我回家帮奶奶啊 就帮奶奶洗头 这样他就不用出去花钱洗头 如果有学好的话 就当然想当设计师啊 就是就往上爬啊 这个资源很难得 我就要让孩子知道 因为一开始孩子会觉得说 我去社区师傅这边上课 我是不是有利用钱 我是不是可以赚钱 对那这个都要让孩子知道说 透过这样的方案 其实是他运用的资源 那我们学校还是要花终点费给社区师傅 因为让孩子珍惜这样的资源 孩子是国家未来的栋梁 成长中的孩子如同小花小草 而教育单位 社会资源系统就像园丁 大家细心呵护 经常需要浇水 有时还要除虫施肥 如果偶尔有不够坚韧的花草 可能在大风大雨之后遭到摧残 大家伤心难过之余 也绝不轻言放弃 而是用更多的爱和时间去照顾 等待这些小花小草更加茁壮 中央社记者张志燕 李先锋台北报道